本地屋75 buck 肝iegen鴨魚 全面好 thankful 大家好 我是海� strateg 也身蝦門的本地旅程主播 今天海浪哥帶大家來品嘗一下 蝦門的特色小吃 薑母鴨 由蝦門一寶 引胎一捷的滿意 薑母鴨 Salmax 既然在福建泉州 而後傳至中國其他地區 如台湾等乃至海外 是福建一道地道传统的零小吃 不上火还很温补 寄收最好吃的东西 往往会出现在最淳朴的地方 我们现在的位置 是在夏门的灌口镇 说起夏门的姜母鸭 还是以灌口古镇最为正宗 那今天呢 海浪哥就带大家来 外地人最为推荐的一家姜母鸭老店 品尝一下传说中最正宗的味道吧 这家位于路边的饭店 已经开了二十几年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店门口已经排满了长队 都是来这里买姜母鸭的 可以看到砂锅里面 都是一只只煮好热腾腾的姜母鸭 当天提供的正宽鸭 才是地道姜母鸭的标配 用三年的老姜母 麻油 放在传统的砂锅里烹饪 一锅一鸭 焦黄色的外观 超级的诱人 看着老板做 我就已经饿了 看这个老师傅 这个剪刀 一剪一剪的 一整只鸭子 被剪成一块一块的 方便入口的姜母鸭 听说这家店很有名 真的假的啊 对啊 一看就是很有名的老店 能流量肉依不折 等不及了 我要赶紧尝一口 还没有吃 就能够感觉到 很浓的姜味 你看 我们赶紧来尝一口 鸭肉非常的嫩 非常不错 好吃吗 他哥 好吃 入口以后 这个鸭和姜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 焦香的鸭皮 嚼得非常的带劲 要是搭配上 一片姜一起嚼 味道就更加特别了 你看赶紧来尝一口 总结就是真好料啊 来吃个我们下门的土筍洞 又Q又糖 男人的加油站 满满的蛋白质 要不要来一个 那我们赶紧开吃啦 这条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了解下门的更多礼物自信 记得关注海浪哥哦 拜拜